不只在埃及 白銀今年以來 成為全球強壽貨 跟黃金脫不了關係 錯估黃金漲勢的投資人 把目光轉向相對便宜的白銀 讓白銀七月期貨報價 落在美昂三十點四美元 今年以來漲幅高達百分之二十四 創十多年來新高 從二零一三年到目前為止 白銀始終都是壓在三十塊 美元以下這個位階 那如果未來有機會 佔上三十一塊錢的話 將是一個大型的底部成型 那我認為其實在往上延續到 年底這個漲勢 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白銀對黃金價格 脫離以往一比十的比例 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預估 二零三三年白銀總需求 將增長百分之四十二 而不只白銀需求看漲 世界最大金屬消費國 中國的鎳礦 過去主要由菲律賓供應 隨著菲律賓跟中國在南海 衝突升溫 非國正積極爭取西方國家投資 進一步開放鎳礦資源 目標成為中國以外的 另一個鎳料供應鏈中心 畢竟鎳式電動車 鎳禮子電池內的重要成分 短短一年全球需求量 就從四十五萬噸增加到五十五萬噸 菲律賓聚焦生產更乾淨的鎳料 要與中國掌控的印尼鎳礦業 互別苗頭 力拼成為全球電池藥角 三地新聞 張廷祥 伊力廷綜合報導